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了高铁 陈玉打车直奔小树子家 敲开门时 小树子和弟媳一脸诧异 大嫂 你怎么回来也不打声招呼 陈玉没理会 四周环视一眼 家里电视机开得老大声 她皱眉 妈呢 我出差路过这儿 过来看看妈 不是说妈身体不舒服吗 电视开这么大声 不怕影响她休息 嗨 妈闲不住 病刚好点就去串亲戚 这几天不回来了 弟媳连忙解释 陈玉心里困惑 婆婆这是病了一场转性了 以前她出去住一晚 对小树子弟媳牵肠挂肚的 说弟媳不会做饭 怕他们吃不饱 小树子和弟媳非常热情地留陈玉吃个午饭 两口子准备午饭的间隙 陈玉闲来无聊 在小树子家转了一圈 总感觉家里有点古怪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她发现弟媳用的都是高档化妆品 衣架上还挂了一个奢侈品包包 他们两口子这那几个工资 能买得起奢侈品 陈玉在心里打了个问号 拿着包反复瞧 弟媳从厨房端菜出来 他上前扯过包包 一脸不自然 嫂子 我这买的是高仿 没啥好看的 饭后 陈玉离开小树子家 在楼梯口遇到一个老人 看着面书 侧身而过时 老人喊住他 你是知名媳妇吧 看陈玉发猛 老人说 我是知名北家大伯 你们回老家结婚时 还是我主持的呢 老人进而叮嘱陈玉 让陈玉去看看婆婆 说老人家怪可怜的 看婆婆 她不是串亲进去了吗 按照本家老伯的指引 陈玉找到小区外 一间偏品荒凉处的小破屋 房子一看就是年久失修 屋顶部分瓦片不见踪影 露出乱蓬蓬的稻草 窗户很小 四叶玻璃破了两叶 里面用塑料薄膜封竹 门一推就开了 陈玉喊了几声妈 没有回应 陈玉进屋 一股子腐化的老人味气息扑面而来 屋子里很暗 待陈玉适应了光线 才发现大炕上躺着一个人 陈玉试着上前喊了几声妈 对方毫无回应 婆婆睡着了 她只得坐在康边 拍了拍婆婆 缩回手碰到婆婆的脸 好烫 婆婆发高烧昏迷 陈玉心里一股怒火生气 她给小叔子打电话 让她赶紧开车过来 接婆婆去医院 可能是没想到陈玉会找到婆婆 小叔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 陈玉心里着急说 给老人看病要紧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你赶紧过来 小叔子十分钟后赶到 弟媳也跟来了 她一进门就捂住口鼻 抱怨气味难闻 未看婆婆一眼 就急急地跟陈玉解释 跟妈说多少次了 她一个人住这不行 可她就是不听 说住在这儿舒服 陈玉没吭声 三人把老人送进医院 给婆婆加上体温计 陈玉就开始给婆婆按摩 这个吐方法还是婆婆告诉她的 她说人发烧时身上有火 全身从上到下扒一边 能去火 退烧也快 给婆婆按摩到腿部时 陈玉听到一阵阵轻微的声音声 她撩起婆婆的裤腿 赫然发现腿肚上 有一条大血口子 正在往外渗着浓水 陈玉惊呆了 她迅速喊了医生 医生一看就说 这不就是病根吗 肯定是伤口感染 恶化导致高烧了 你们怎么做子女的 老人伤成这样 你们不知道 陈玉看向小树子两口子 两人眼神闪烁 弟媳小声嘀咕 她自己闲不住 肯定又不知道出去干嘛了 可得 医生给婆婆清理好伤口 打点滴的时间 陈玉拨通刘志明的电话 让她把手里事情安排一下 火速赶回来 解决家里的闹心事 她一个大嫂不便说太多 还是亲兄弟碰面 把事说白了吧 刘志明大学毕业 来陈玉爸开的公司应聘 和陈玉相识 几年相处 陈玉看好刘志明刚大帅气 吃苦耐劳 对工作有股拼劲 刘志明喜欢陈玉 温柔善良 没有小姐脾气 陈玉妈早年过世 怕怕怕找个后妈难为她 所以至今未再娶 同时单亲家庭长大的两个人 信心相惜 在陈玉爸的支持下 两人恋爱 结婚 生娃 接管公司 陈玉生儿子时 婆婆来伺候月子 本来陈玉还担心 从小乡镇来的婆婆 和她会产生摩擦 结果婆婆对她关怀备致 刘志明悄悄告诉她 婆婆老早就打听过 陈玉对饭菜的喜好 还和村里做月嫂的大姐 讨教怎么做月子餐 怎么照顾产妇和孩子 婆婆在她家住了小半年 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一段时间下来 陈玉和婆婆之间的婆心矛盾 不仅不存在 还越来越像母女 陈玉很想让婆婆 长久住下来 可婆婆记挂着家里的小叔子 说要回家给她准备定亲 结婚的事 陈玉只好把婆婆送回老家 小叔子结婚后 一直和婆婆住在一起 婆婆洗衣做饭收拾家务 小两口安心上班 这两年婆婆因为年轻时太操劳 身体大不如前 小叔子打电话说 婆婆看病需要花钱 给她补身体需要花钱 刘志明和陈玉商量 既然不能在老人跟前出力 那就多出些钱吧 于是两人就决定 每月由陈玉给婆婆转五千块钱 需要花销的时候就给小叔子 转钱不到两院 婆婆打了电话 小玉啊 你弟弟和弟媳照顾得我很好 你把钱直接打给你弟吧 省得要时候提前麻烦 钱本来就是给婆婆用的 既然婆婆发话了 陈玉也没啥可说的 她很痛快地印下来 可陈玉真没想到 婆婆在老家过的是这种生活 小叔子两口子 是这样照顾婆婆的 那她每月转的五千块钱 都干嘛去了 想起那块奢侈品包包 陈玉当时因为困惑拍了照片 她偷偷发给 喜欢收藏奢侈品包包的闺蜜 闺蜜很快回了信息 很明确地告诉她 是真的 包包的五千是特质的 防品很容易看出来 内标是单独缝在包内的真皮标牌 纹路清晰精致 而防品很多 是在包内侧同样位置 只有刚硬 即使是防了皮子 根据粗劣程度 也很好辨认 陈玉气愤不已 小叔几次想开口 都被陈玉一记白眼 给弯了回去 婆婆打了点滴 渐渐退下烧来 人也悠悠转醒 弟媳想先开口 妈 你也是 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大口子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搞得我们不管你似的 婆婆看到陈玉 脸上一松 小玉回来了 唉 是我不中用 本想着去山上使点柴 天冷了好生炉 结果下坡时 不小心绊了一下 滚下山坡时 被树枝刮破了裤子 腿肚子上也划了个大口子 我寻思着这点外伤 不用心事动作 随便抹点药就好了 什么叫这点皮外伤 腿肚子都要豁开了 还感染引起高烧 陈玉心疼婆婆 忍不住对小叔子 妈去那个破屋子 穿青进去了 你们几天没去看妈了 这就是你们说的 好好照顾 小叔子脸上 青一阵白一阵 地心一跺脚 妈 你倒是说话呀 婆婆看看小叔子 又看看陈玉 玉啊 不关他俩的事 是我执意回老屋住 感觉舒服 磕伤了我也没告诉他们 怕他们担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 陈玉心里一阵心酸 担心婆婆腿再感染 陈玉和医生商量 留院观察护理两天 晚上八点 刘志明开车赶回来 看到母亲虚弱的样子 还有腿上的伤 他拽着小叔子 就往病房外走 弟兄赶紧跟了出去 婆婆慌忙嘱咐陈玉 小玉 你快出去看看 兄弟俩可别打起来 对自己母亲 做出这种事 小叔就是前奏 陈玉心里暗想 不情不愿跟了出去 刘志明拽着弟弟 到了院外 松手时推了他一个猎钱 他用手指着弟弟 你跟我说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妈不是身体不好吗 为什么去住那个破屋 腿伤几天了 你们竟然不知道 你大嫂每月转的钱 干嘛去了 小叔低着头不吱声 弟兄窜出来 哥 你们隔得远 不吵回来 根本不知道实情 你们是给了钱 可给了钱就可以回来 盛起凌人的指责我们吗 妈哪次看病去医院 不是我俩陪着 大嫂刚才也听到了 妈是自愿去老屋住的 磕伤了也没告诉我们 你让我们怎么去照顾 那个老屋 是爷爷奶奶在的时候 在自家菜园子搭建的房子 说是种菜方便 多少年了 还能住人吗 刘志明很生气 陈玉看向弟兄 每月的五千块钱 都进了你们的腰包了吧 要不要你俩的工资 能买得及奢侈品包包 和五六千一套的化妆品 我们只是替妈保存着 她一个人 哪能花那么多钱 弟兄还在狡辩 小叔子扯了扯她的衣角 让她别多话 结果弟兄哥布一抬 跟着脖子骂起来 拦我干嘛 都是你太窝囊 挣那几个钱怎么够用 这几年生不出完 我又跑医院又吃药 我容易吗 花几个钱还来跟我算账 闹够了没有 有事回家说 别让人看笑话 志明和小玉留下 陪我说说话 你俩先回去吧 婆婆一圈一拐走出来 小叔两口子走了 刘志明背起自己的母亲 和陈玉一起回了病房 婆婆说 最初小叔子两口子 对她还不错 她身体不太好 两个人带她去医院 也尽心尽力 后来地席村的小叔子 以提前不方便为由 哄着婆婆说 让陈玉把钱直接转给她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俩人渐渐有了变化 开始大手大脚花钱 婆婆本想告诉陈玉 不要每月转钱了 弟媳又在她面前哭诉 说结婚几年没生娃 检查身体 俩人都有问题 小叔子若惊 她一条输卵管堵塞 医生建议 疏通输卵管后 再人工受惊 可这样做 就要花很多钱 手心手背都是肉 刘志明条件好 帮帮弟弟也无考后非 于是婆婆就麻了下来 弟媳因为收娃的事 和小叔子经常吵架 都说是因为她若惊 她还要去受人工受惊的苦 婆婆为了清静 自愿搬去老屋住 小叔子隔几天也能去看看 弟媳却很少去 家和万事兴 妈年纪大了 就是希望你们兄弟俩和睦相处 不闹矛盾 这事因我而起 你俩就不要追究 你弟弟弟媳的事了 婆婆语重心肠 虽然婆婆有点偏薄 看在小叔子两人 难怀孕的份上 陈玉夫妻俩选择了沉默 可到底对老人待在家里不放心 他们无权要求别人怎么做 却可以自己决定 把老人接去自家安享晚年 子于笑而亲不待 照顾好婆婆的有生之年 是陈玉和刘志明 共同的心愿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